2014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沙提亞提 應外交部邀請來台 分享他過去35年來 為兒童權力奮鬥的心路歷程 總統馬英九特別出席致詞 表示台灣近年來有超過 1萬多名國際志工在全世界服務 包括參加沙提亞提創立的 拯救童年運動 期許雙方未來繼續合作 我們希望我們的國家 在國際社會當中 扮演一個人道援助提供者的角色 我希望我們將來跟沙提亞提先生 還可以在這個拯救兒童 這樣的一個行動方面繼續合作 我們很樂於行有餘意的情況下 支援全世界保護兒童的運動 沙提亞提26歲那年放棄教職 投入拯救童工行動 至今幫助超過8萬名兒童重獲自由 但是經常遭到僱主施壓 人身安全 備受威脅 我的朋友和我 來認識我們 我們去組織了 一個秘密救援任務 這些任務非常危險 我失去兩位朋友 一人被殺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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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身體的各部分 都有疾病 我身體的傷害 從左肩膀到左肩膀 到右肩膀 到右肩膀 到頭 我被殺死 很多次 沙提亞提因多年來 對兒童權益的奉獻 過班2014年諾貝爾和平獎 他在得獎後仍是堅持過著原本樸實的生活 他笑說唯一的改變 就是得比以前更注意穿著 沙提亞提得獎後 選擇台灣作為第二個海外行程 凸顯他對台灣的重視 他表示台灣志工是他的重要夥伴 要將諾貝爾和平獎這份榮耀 和台灣人一起共享 主要設計的張志燕檢育期 台北報導